所以苦乐 师父告诉你们是怎么来的 苦乐是怎么来的 苦乐它本身就是心的感觉 觉受 苦也是一种感觉 乐也是一种受 哎呀真开心啊 哈哈哈哈一笑 感受吧 笑完了还有吗 哎呦刚才我笑的可开心了 有几个人笑完之后还记得的 对不对啊 你们生活当中有很多 非常可笑的事情 想起来就会笑 但是你会一直放在心上吗 笑过了没了 那是一种感觉呀 感受啊 你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快乐过啊 你们年轻的时候没痛苦过啊 现在就是一种感受呀 这种感受很深 比方说你感受痛苦很深 你就拔不出来 你就是个忧郁症 你感受快乐很深 那你这个人就是弥勒佛 对不对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这个人心的觉受 有时候 不见自己的心在何方 不见了 因为心是制造苦与乐的根源 心是制造苦与乐的根源 你今天快乐也是说 我想开心 我就开心 好 快乐了 我就不开心 人家说算了 开心点吧 来来我们出去玩玩吧 不出去 出去了 开心点了 我就不开心 你们有吗 小时候有吗 现在有吗 小时候愚痴吗 现在愚蠢吗 还是换糖不换药 对不对啊 所以师父叫你们 懂得 要看到 要感受到 控制好自己 内心的一种 无形的 绝受体 无形的绝受体 一不开心了 马上绝受体就开始感应 哎呀 不开心了 赶快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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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感觉到自己太开心了 当心 当心 这人的毛病啊 不开心啊 也感受不到 骂呀 发泄呀 闷在肚子里了 就想发泄 管他呢 泼出去的水啊 往所有的人身上泼 开心的时候啊 狂欢啊 开心啊 对不对 到了后来 失控了 说大事 这一切 菩萨就是叫我们 是一种 无形的绝受体 因为每天在人间 我们人 被无奈 紧紧的束缚住 无奈啊 有什么办法 你们告诉我 你们告诉我 现在 这个天灾 这么多 你说人有什么办法 无奈吧